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基金经理赢钱博弈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 这两天的指数都没什么特别,都是上上落落的洗盘 我们星期六的影片的副标题有写到 资金博弈就上下这样洗,加上都期指转仓 仍然维持星期六和大家的说法 指数相关的产品,例如200,逢低吸纳 作为中战部署策略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你想短线上偷位,可能如果短期内 上到21000左右,我当然先吃了一半 另外,值得留意未来这几天,期指的距日 基本上是哪个位置的结算呢? 我认为到结算当日,有机会回到 相对比较低的价位结算也不厉害 但是如果它上到21000左右 虽然有机会真心改双比较低的 那下个月就可以进一步,这样就看好了 当然,这些就是之后再一段段看 明天就怎样看呢? 或者这个星期,阿里巴巴就明天收市公务业绩 首先,短炒指数就不建议了 因为期欠,你还有什么好炒呢? 你部署也部署下个月 但是如果它这两天跌下来 但是19800又不跌穿的话 反而可以投机息博一点好仓 但是19800跌穿的话 基本上都是要止换 但是整理来说,我觉得那个波幅 都是违法1000点 是上下这样的了 好,那今天就倒门 就不要说太多指数了 因为我真心不想大家乱去博弈 那就想跟大家说两只股票 那就是2382和2018 好,那首先开一下2018 那2018呢,如果是我的老观众 都知道我一年前 已经十分之不看好这只股票了 那野来大量hater是追击 那这个又说一年决胜 又说没了道 又问后爸爸妈妈 那这样就处理了 那结果,那去年也不用骂谁 互相骂 全年伸低,不断向下插 那相反,信羽也曾经 overall, again, again 创新高 到今年才回来 那些hater当然一年后 所谓决胜局就自然消失了 那我心里,如果我输 就是肯定每条片都追击我 那他一输 倒完之后回家就回归 那如果这些hater 说朱sir是财演 那他角度是什么呢 究竟你是戒赛 还是戒赛演员呢 不过算了 还是不要互相追击 那总之就是 我希望大家 斯文和平分享 为什么要说到 就是不断追击人家 你觉得你好像追击人家赢了 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英雄那样 那么有趣 你这次又不会增加了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要是互相仇恨 OK,好了 那不说这些戒赛了 这个,过回来 我反而回来 瑞星他现在已经由那位跌了九成 那倒回来 我觉得有少少机会 特别可能再 我诚意可以夹在村子底 所以有机会再跌多一阵 也不停 但是呢 再不再在这个价位 无限地看淡瑞星科技呢 那就开始不敢无限地看淡了 你看到这个态度 就跟我对于阿里巴巴无限追击的态度 是有分别的 首先,在这几天里面 他被人踢过去恒生指数 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在力道的角度 被人踢出去 是有机会解脱的好词来的 历代也有不少 恒生指数成分股 当被人踢过出去之后 最后就再掃多一阵 就见底 市场也见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在短线里面 瑞星虽然我要承议一下技术 他穿我底 可能会再掃多一阵 但是再跌多一阵 就可能开始有一个 是所谓比较好的反弹落 其实都不停的了 那当然啦 就中长线来说 就算瑞星科技是有新增长 还是怎样都比不过 是训与光学的了 这个原因 我们以前也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们研究部就写了一些资料 是关于训与瑞星 来的新增长故事给大家听 那我将那个链接就放在下面了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就文章 看看数据 我们就在那里吹 而且我们都很喜欢写文章 这个特别有时间的情况之下 所以真的可以点击 点击几下的链接 看看我们辛辛苦苦 写的一些数据 一些客观的数据 我就不在那里重复了 你可以连续自己看 不过我在这里就想提到 关于资金面上 无论训与光学和瑞星 目前散户持货量都相当惊人 是超过41% 相比其他主力外资和其他持股的总和 是更加多 即是散户持货多于外资 这个持货比率 通常股份向上升的速率 或者力度都不会相对来说是那么强 而所以上一条影片也有网友问 哪些股票、散户、持货三四成呢? 那我先要客观你身上 纯粹是说客观数据 这两只信与光学和瑞星科技 就是其中两只 但是当然我会重新 又不是散户多一定会升的 不是说一定都不升的 但是我想再重新一次 你要有心理准备 会磨你相对比较久的时间 可能才会向上 短线 就算瑞星突然有反弹 也要留意反弹幅度 即是弹到那么上 可能都是要走的 好 那最后 也是到美股 那星期六 也有提过 美股就算拉针 也不要乱冲进去 不是那么容易赢的 那现在道指 其实大家有看过youtube 我都说过很多次 道指在31千点里面 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那你见到他也有阳光似 是冲击这个价位 而肯定再拉上去 可惜在路指里面 如果要形成转势的形态 都相对要比较久 都去到差不多33000点 要真的升出价位 都才可以突破 我真心认为他没有那么容易升穿 那结论就是说 最好的情况 他都只会是在 下不过31,000 上不过33,000 中间里面在复回 甚至是去到 马威尔六月加息完之后 一段小时间 他可能都是在这样的区间里面 扔来扔去 如果扔了差不多四至五次之后 始终都穿不到底 而再正式升穿33,000 整个调整浪在技术性而言 才有机会是结束的 而纳指回来 亦有技术形态 不是太好 其实在11,000点里面 都遥运罪 老实说是有机会跌穿 如果跌穿的话 进一步可能要再试 10,500点的价位 但是短市的角度 都可能未必这么快跌穿 之外 上面的反弹阻力 一定可以困难途同 我觉得最准是 但到12,000至12,500 就近乎肯定是收僵 我不想说收皮 那么肉酸 这个就是会收僵 反弹就会结束 然后就会回落下来 但是当然 我都会觉得 纳指的波幅类 都开始会收窄 因为随着各大公司 开始公布业势 包括Snap 都爆炸市场 都爆不到市场 落地苦的情况之下 随着来业势公司 公布业势 都没什么好看 市场都会将Focus 放进去之后的加息 通质的数据 有没有轻微的回落 还有就是说 再去到再远一点的时间 第二季度业势公布的情况 到时才会有更大的股市增长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纳指短期里面 可能整回完之后 可能都会有些反弹 弹到12,000至12,500 就可能会收僵 这就是纯粹指数里面的补充结论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个月也有免费投资的广告 就是今个星期五 到时我们会和大家分析更深度 多一些投资想法 和很多提示和博弈策略 跟大家分享 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关于港股和美股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存在一次回答大家 我是朱sir,下次再见